女孩拿着铁棍不停地敲击捡来的红纸 然而当她敲开瓶盖的一顺 一股黑烟突然喷涌而出 当她探清黑烟笼罩的东西时 吓得两眼一摸黑就晕了过去 接着一只巨手接住了晕倒的女孩 当女孩再次醒来 神秘人在女孩耳边低语 解释自己只是被困瓶子的精灵 可以满足女孩的三个愿望 女孩随即许愿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王子的新娘 听完女孩的愿望后 精灵随即就为女孩制作了一种特殊的香油 涂在身上可以增加个人魅力 然后精灵和女孩就把瓶子藏在石板下面 防止被人窃取 接着精灵又跑到熟睡的王子耳边低语 说他的命中注定就是女孩 果不其然 王子第二天一早 就派士兵找到女孩 女孩就这样如愿成为了王子的宠妃 然而好日子没过上多久 老国王在一次宴会上 看上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 女人很快升级为老国王的新宠 躲在暗处的精灵也看出了这个女人的不简单 试图警告女孩要小心 然而早已深陷名立场的女孩 这事什么也听不下 接着向精灵许下了第二个愿望 精灵只好无奈满足女孩的愿望 新宠妃也不断在造谣王子羽一丰满 想要取代老国王的王位 多疑的国王也选择相信了女人的挑拨利剑 很快便下达了对王子的暗杀力 可女孩还在众目睽睽下炫耀她怀了龙骨 完全不知大祸临头 没过多久 王子就在国王的大仗中被国王安排的杀手暗杀 精灵赶紧跑去通知女孩 叫她快点许下第三个自保的愿望 然而当女孩听说王子已经被国王杀害时 一时害怕就跑了出去 没想到刚好跑到刺客手里 精灵见状刚想用武力解救女孩时 对方一个会黑魔法的法师拦住了她的去路 可怜的女人再没机会许下第三个愿望 就这样被丢进了海里 精灵也再次被封印尽平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栏目的